孟美琪自从凭借着高人气 从选秀综艺创造迎思维 出道之后演艺事业就开始一路飙升 短期之内孟美琪商业资源和综艺资源大涨 担任了舞蹈综艺的导师 甚至被浙江卫视力捧 担任了天赐的声音 节目导师 但这样的发展势头 在被爆出绯闻之后 瞬间一落千丈 如今的孟美琪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观众眼前了 且因为感情绯闻 观众源直接跌到谷底 还被网友各种吐槽和嘲讽 所以各种资源也直接断裂了 之前孟美琪主演的大女主电影《我心飞扬》 原本还有希望如期在大年初一上映 帮助孟美琪付出 但现在来看 这个希望也要破灭了 如图所示 之前定档大年初一 江湖长津湖之水门桥 奇迹奔小孩 一同上映的电影《我心飞扬》 已经显示微撤档状态 不止如此 在两大平台 也都没有这部电影的具体上映时间 如此来看 这部电影不仅是撤档了 而且上映更是遥遥无期 当然 这样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 《我心飞扬》虽然是冬奥题材的电影 主演还有影帝夏宇和影后萨日娜 但因为孟美琪的绯闻 导致观众对这部电影各种吐槽 也正是因为孟美琪饰演的是奥运冠军 所以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吐槽 有趣的是 《我心飞扬》低调撤档之后 评论区呈现出严重两极分化的状态 如图所示 孟美琪粉丝依然表示期待 还发布海报向网友安利 但是网友却正好相反 各大评论区都在吐槽 所以对于《我心飞扬》的低调撤档 以及孟美琪粉丝的期待 你怎么评价呢